大陆方面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可以卖它的力量 逐渐的进入到这个南美洲 中南美洲 我们就先来看一个这个例子好了 根据有香港媒体的报道 怎么说呢 说华为在干嘛 华为就是卖阿根廷的红酒跟牛肉 这是怎么做的一笔生意呢 大家知道华为有电商吗 那华为其实 它在这个阿根廷当地 它可以透过什么 卖基站收的钱 那一定是阿根廷的货币 然后用这个钱 直接的就在跟当地买 比方说红酒啦牛肉啦 然后透过这个电商 运回中国大陆来销售 那这样子的话你知道 它就直接的 就是说中国阿根廷新签署 人民币跟比锁互换协议 等于说我人民币 这个也直接的就进入到 你这个中南美洲了 那换句话说 大家一直讲去美元化 去美元化 那人民币不就起来了吗 那这个不就是 在讲说连中国大陆 都可以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美国视为 红区的地方 是靠什么 是靠人民币助攻 是靠华为在助攻 赖老师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 先后顺序的问题 是这样子 假设是华为先向阿根廷 买牛肉跟红酒 那阿根廷收的 要不就是他的匕首 要不就是你的人民币 所以可能华为就支人民币给他 然后呢 他拿了人民币 再向华为购买 这个5G 那这样子不是就平衡过来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他阿根廷向华为购买5G 然后他支付是 阿根廷的匕首 然后呢 华为收了匕首以后呢 再向当地去买 他的牛肉跟红酒 然后再把它运回来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用完的钱 可以折换成为人民币 支付或者是怎么样 那当然这个是 双方之间谈的 所谓的本币的交易 那为什么会 这个会成为新闻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 阿根廷他要求IMF说 我不用美元来偿付 我当初的贷款 我要用人民币来支付 对啊 报道里面真的就这样写 阿根廷以他获得的人民币 去还IMF的债务 那就是因为美元 他升息快速的升息以后 美元飙涨 美元飙涨以后 对阿根廷来讲 失血过重 那他不愿意支付美元 对 所以他愿意支付人民币 因为人民币目前来讲 对美元在扁嘛 人民币对美元在扁的情形下 他支付人民币 对他来讲比较划算 所以他要支付人民币 可是我如果手头 没有那么多人民币怎么办 那我要不就是卖你牛肉 或者卖你什么 可是我又需要你的5G 因为我需要发展我的这个互联网 那这个时候他又需要华为 所以彼此之间就达成了一个本币交易的过程 但是呢华为就是说 那我跟你买这个牛肉跟红酒 那你这样的话你的财政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因为5G一定是国营电视 国营的这个电信商来购买 那就是应该是政府支付这个钱 可是政府的压力很大 那你政府你就支付我批手 然后我就用这个批手去买当地的这个牛肉 然后我再运回我国家里面 来在我的电商里面来卖 那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也就让这个华为的5G 能够进入很顺利的 能够在这个中美洲南美洲 能够站稳脚跟 因为现在美国就一直要把华为干掉 那华为一定要在所有的发展国家中 都站稳脚跟以后 你这些那个G7的 或者是一些北约的国家 就变成很小众 因为绝大部分都用华为的 那就把你包围住了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两国互利互惠 对不对我人民币可以进来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 我也增加了你阿根廷的偿债能力 事实上这边报道也有写到 6月阿根廷用人民币偿还了 IMF10亿美元的外债 而阿国的经济部长也感谢 中国提供的协助 所以这个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 其实都是彼此的互利 但是另外一边呢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一直在干嘛呢 美国一直是在 要让大家的经济往下滑吗 这个下行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 所以今天呢这个亮哥 我们来看一下是个数据好吗 中国大陆海关总署有公告 说美元计的话 中国7月出口同比降14.5% 进口降12.4% 弱于市场的预估 中国出口进口连续第三个月的下滑 而且下滑的幅度扩大 甚至呢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就两岸的部分 是不是就台湾其实反而真的损失比较大 因为两岸贸易部分 累计前7月进出口规模 1461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衰退了两成三左右 从台湾出口到大陆的规模 哇年减22.8% 这个幅度你看跟东盟国家来对照的话 人家东盟也许跟去年同期也是衰退 可是衰退是3.8% 但是台湾的部分 哇这个减幅超过了两成 亮哥 没有可能是有些东西不能卖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卖 那有一些是被大陆企业取代 这当然都有可能 因为韩国不就是这样 韩国的出口道路也急剧减少 不过中国道路的出口减少 并不是单属中国的现象 因为东南亚出口也变少 所以整体就是欧美订单变少 那欧美订单变少当然联动 很多国家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坦白讲 这个我刚刚才看到一个新闻 那个穆迪对美国十家银行降频 是 没错没错 刚发生 要不要先直接跳到这一题来 你有这一题是吗 有有有在下面 我们待会再讲 我这里是要跟你补充一下 刚刚赖老师讲那一段 好来亮哥请说 我跟讲中国大陆经营阿根廷很久了 对 我跟你讲 因为我这里有整理一份连表 所以我跟你讲一些关键的事件 阿根廷在2005年就支持中国 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作为观察员 然后2009年就支持中国成为 美洲开发银行的区域外的成员 然后接下来你看它越来越快 就是那个阿根廷的总统 这个弗兰迪克里斯斯蒂娜 他就访问中国了 然后接下来2012就出现一件大事了 就是中国阿根廷同意 让中国大陆在阿根廷盖 那个深空卫星观测站 这很大的事 当时美国极力反对 那可以对中国的卫星进行24小时的监测 这2012年签的 那2016年盖出来了 所以后来不是中国大陆不是卫星 到了那个月球背面吗 就是这个卫星站可以观测到 所以我跟你讲 2012年就签这种东西了 你就知道它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都超过10年了 对啊 然后2014年习近平访问阿根廷 带去了250个企业家 那就建立了权力伙伴关系 那那个时候就已经宣布了 就中国大陆一直叫 那个马尔韦纳岛嘛 就我们台湾 英国人叫福克兰嘛 福克兰群岛 那个时候中国就 直接表达说 它支持阿根廷的主权要求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双方的关系就已经非常好了啦 那后来就赞成把中国纳入拉美一体化协会的观察员 那后来当然就 他们关系到达什么程度 一年 他是十年多次签证 阿根廷为了让中国的公安客去阿根廷 签了十年多次签证 这个不常见吧 那他的目标是一年一百万个公安客 然后你后来就看到包括疫苗的协助啦 然后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啦 那签了几十个双边协议 那后来更直接从2018年开始 阿根廷的经济计划 对接中国的五年计划 所以你就知道那关系有多深啊 所以华为买 帮人家买一买牛肉 处理一下货币问题 这个是简单的问题 是让他们本币互换的金额 已经拉到1300亿人民币 而且本来是700亿 那最近又拉到1300亿 也是2018年 所以他几乎是快要double 对对 所以坦白说啦就是 阿根廷的经济也不好啦 说实在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那中国还是在挺他啊 是啊 所以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关系啦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哦